今天是汶川特大地震七周年的日子 从汶川地震的第二年起 我国把每年的5月12号确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下大力气加快应急体系的建设 而今日趋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 已经在应对灾害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月25号尼泊尔8.1级强震发生后 给西藏日喀泽市阿里地区造成严重影响 一场极限中国速度的救灾行动 在雪域高原迅速展开 震后三分钟 日喀泽军分区的官兵就组成第一梯队 就地展开救灾 西藏迅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连夜组织重灾区群众2.9万多人 从家中撤离到安全地带 这二是有序的开展抗争救灾工作 有效的避免了此生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创造了七年来 争计最高死亡人数最少的历史的记录 这些年来政府着力的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 现在多灾亦灾的县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物资储备库 如果说像支持西藏 如果像定日县 吉隆县这些重灾区 如果当地没有一些必要的物资储备 很难在第一世界 把受灾穷的生活得到保障 面对海拔最高历史罕见的地震灾情和极其恶劣的救援条件 党政军警民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这是我国在应急管理体系上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分布低于广 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测算数据 每投入一美元到防灾减灾工作 在灾难发生时就可以减少7美元的损失 汶川特大地震后 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明显加速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应急预案更具体 也更有操作性 每年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后 各地都会开展这样的应急演练 到防火灾通信中断 把地震及各种次生灾害模拟的如此逼真 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通过演练晚上我们的应急预案提醒 通过演练找到我们预案制定当中存在的问题 减联和提高我们政府 以及政府部门的协同指挥能力 除了制定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近年来防灾减灾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相互协同的原则也更加明晰 责任更清楚 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 在救灾中相互协同做到无缝衔接 救灾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大大提升 从汶川卢山到鲁店日喀泽 在一次次自然灾害中 救灾工作越来越迅速 有序有利 救灾原因和我们这个防灾 节灾的举国体制是有关系的 那么党中央把突发灾害事件的 这个应对能力 拉入到党的制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实现了一票抚决权 那么对于我们做好应对大债 让大债的损失降到最低 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